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真的 那我请教叶医师 刚刚讲的是细肝 国人事实上有蛮高的比例是B肝 B肝事实上它最后的发展 罹患肝癌的几率会比较高 对 基本上B肝其实在台湾的代元率 目前大概可能还是有将近的 180万的人口 其实大家都听过B肝 但是对于B肝对身体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大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 我这里先分享一个案例 是一个36岁的女性 她本身是一个B肝代元者 她是妈妈传给她的 那她其实因为她自己知道B肝代元 但是她觉得自己身体都没什么不舒服 她完全没有在管她 直到有一段时间她开始觉得 奇怪 我怎么觉得我最近越来越累了 胃口变得非常的差 而且肚子怎么渐渐的隆起 那当起初她以为说我是不是怀孕了 因为她基本上已经结婚多年 只是没有避孕 但是一直都没有怀孕 后来肚子融起来 她很开心说我是不是怀孕成功了 但是后来她自己去验孕发现 其实她没有怀孕 后来她就觉得很奇怪 于是就到我门诊来找我 那我当时想想这样不太对 我直接帮她做超音波 结果超音波一看 哇 一个13公分大的一个肝肿瘤 非常的大 而且就整个占据的看 13公分应该蛮大的 非常的大 所以她的肚子胀起来 那个胀起来不是怀孕 是那个肿瘤让她胀起来 没错 那个肝肿瘤直接长在这个腹腔里面 而且有一部分已经往外侵犯 把她的肚子整个隆起来 顶起来 所以这个情形 我们当时看到想说 这么大的肿瘤 就想想说应该不太好 所以我们就帮她排了一个电脑断层 电脑断层发现说 这个肿瘤已经往外吃出去了 而且已经侵犯到血管 已经没有办法做所谓的手术根除了 于是呢 我只好就是帮她去 后续去安排一个所谓的肿瘤酸塞 起一些标靶药物治疗 但是其实治疗效果都不好 因为没有办法治愈 其实这个病呢 后来在半年后就往生了 才36岁而已 那无理哦 所以第一个 这个超音波是你们诊断的第一个工具 没错 那超音波事实际上也不是侵入性的嘛 它是在外面扫一扫 可是因为它肿瘤很大所以你一扫就立刻看到了 没错 基本上我们针对B型或C型肝炎这些慢性肝病的患者 其实我们会做所谓的筛检 我们筛检包括抽血的筛检 跟超音波的筛检 超音波主要是看有没有肝脏的肿瘤 有没有肝硬化 那抽血的筛检主要是看肝脏的功能 有没有功能异常 有没有肝脏发炎 有没有肝脏的功能失常的等等的状况 那如果有B肝代源的人 像你刚刚讲的抽血跟超音波 每隔多久的时间应该最终一次 是 基本上根据世界的建议 其实我们应该要每六个月 就做一次肝脏的抽血 还有超音波的检查 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患者是有肝脏发炎的情形 甚至我们肝脏已经出现有所谓的肝纤维化 肝硬化的状况 甚至我们追踪的时间 要从六个月缩短成三个月 OK 对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要故事告诉我们 其实肝病离我没有那么远 其实台湾有180万的B肝人口 我这里先给提供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这是我们2020年国人癌症的十大死因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肝和肝内胆管的 这个癌症死因 其实是占我们的十大癌症死因的第二位 仅次于肺癌 其实这个比例我们看 平均大概每年有大概7000多个人会死于肝癌 有70%的肝癌 这些死亡都是B肝造成的 所以其实B肝对我们来说是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那B肝病毒其实我们用药物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所以要怎么去提防B肝 这件事情其实更为重要 所以在对于一个没有感染过B肝的患者 我们强烈建议要做所谓的B肝疫苗的施打 那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B肝疫苗施打的流程 如果今天是一个没有感染的正常的一个人 我们会建议说你要打三剂疫苗 分别是在现在打一剂 一个月后打第二剂 六个月后打第三剂 这是一个完整的B肝疫苗的三剂注射 那如果今天其实在民国73、74年 在台湾出生的一些新生儿都已经 政府的政策都已经有常规性的施打疫苗了 但是在高中以后大概18到20岁 其实有一些打过疫苗的一些民众 可能会发现他的疫苗不见了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走到第二项 如果有曾经施打过的人 那我们要帮他抽血看他还没有抗体 如果还有抗体的话 我们就不用在家打疫苗 但是如果是这种抗体消失的这些人 一般我都叫做电脑休眠了 因为长期都没有一些病毒的入侵 我身体不用制造这么多抗体 于是他就帮他的抗体量减到最少 少到可能已经撤不到了 这时候你抽血验到没抗体 其实你不是没有保护力 你只是抽不到 验不到抗体而已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根据他的风险 如果是一般人没有在高风险族群说 我们高风险族群是像说会有共用针头 洗肾或是一些免疫力特别低下的患者 叫高风险族群 我们可以考虑追加一剂疫苗 然后看他打出来有没有抗体 如果抗体出现了 我们就不用再打了 如果打一剂以后还是没有抗体行程 我们就要再追加两剂再完成一次 这个三剂疫苗的一个 course 那我问你 已经感染的人是没有办法 有其他的方法来处理的吗 就只能追踪吗 对 基本上已经感染者我们再打疫苗 也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其实已经感染者我们是不需要再打疫苗的 但是这些感染者其实如果您跟这个B肝的部分 假设肝脏在B肝脏你体内没有重症肝发炎 其实你就定期追踪就可以了 其实风险不会太大 我们只要每六个月定期追踪抽血跟超音波检查 我们就可以去让这个让B肝这个病毒在身体里面相安无事 但是如果今天是我们在追踪的过程中 发现肝脏有发炎了 而且发炎可能比较厉害 甚至造成所谓的黄胆 或者是你现在肝脏发炎非常轻微 但是你已经肝硬化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做介入 介入的话目前我们都会建议使用药物 药物其实对于这个B肝的病毒压抑的效果非常的好 一吃下去病毒量大概半年 甚至一年病毒量可能原本破亿的 几乎都已经可以在血中测不到病毒量 这些病毒会因为这些药物的压制 重新跑进你的肝细胞里面 你的免疫系统找不到它 肝脏就不会发炎 但是这不会治好你的B肝 所以这只能压抑 所以一旦你停药以后有很高的比例 B肝还是会再复发 那我们再提到新生儿这一块 就是说我们孕妇在台湾出生的 新生儿大概出生后都要打三剂疫苗 但是如果是本身B肝代言的孕妇的话 我们会建议除了三剂疫苗以外 还要再追加一个免疫球蛋白 刚刚讲的是说B肝是国人蛮常见的国病 那这几年更常见的是脂肪肝 而且脂肪肝很多时候 年纪很小的小朋友穿搏一扫 也是油油滑滑的脂肪肝 基本上其实脂肪肝平均在国人的比例 已经高达到三分之一了 那其实主要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现在国人的吃得比较好 吃得多吃得好 动得少 然后体重可能比较重一些些 甚至有些慢性疾病糖尿病等等 其实都有可能会造成脂肪肝 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脂肪肝好像没什么 好像是一个生活过得好的象征 但其实脂肪肝也是会造成肝炎 然后如果你没有去注意的话 还有可能会造成肝硬化 我们超音波其实在扫下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脂肪肝做一个分成一个三级 就是所谓的轻度中度 或是重度这三级的一个脂肪化 那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脂肪肝 大概就是中度左右 那其实脂肪肝我们最常用的 就是用超音波诊断 比较少的方式会做所谓的纤维扫描 甚至做到肝切片去诊断 这种是在比例上比较低的 那我们这里先分享一位案例 是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女性 那她本身是胖胖的 个子不高 体重八九十公斤 那其实她来找我是主要她去健检 健检发现说超音波 这医生怀疑她有肝硬化 然后同时肝脏的抽血结果 也是有一些肝炎的情况 那她当时就觉得很紧张 赶快跑过来找我 后来我看了她的健整报告以后 我发现其实她并没有所谓的B肝 C肝也没有在喝酒 但是在超音波底下脂肪肝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脂肪肝 引起所谓的肝硬化的一个情形 我就建议说你必须要减重 你要多饮食控制 要去运动 我这样跟她讲完以后 她就顶点头说好好好 然后回去以后 她其实可能觉得说 这医生怎么那么消极 就是叫我去做减重这样子 她就自己去听人家的朋友 那些邻居去介绍 去买很多一些健康食品来吃 就吃完后 一个月后 全身黄胆的跑来找我 说怎么办 那其实是她本身肝硬化 肝脏功能就不好 她又买了很多所谓的健康保健食品 有一些甚至可能也不见得 是一些国家认证的 所以反而造成一个所谓的 比较严重的药物性肝炎 而造成一个急性肝损伤 然后全身黄胆 后来我们紧急帮她 安排住院以后才捡回一命 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一些我们的一些迷失 要怎么样来 让我们的脂肪肝的情况 能获得更好 第一个其实 大家会觉得脂肪肝 是因为我吃比较多的脂肪 其实不是 主要是因为我们吃了过多的一些食物 热量过高 这些过多的热量 会形成一些油脂堆积在我们的内脏里面 就是所谓的脂肪肝 那第二个迷失是 大家会觉得说我们脂肪肝 我们医生叫我们要饮食控制 要运动 但是有些人甚至酒还是没有停 其实脂肪肝我们粗略会分为 所谓的非酒精性脂肪肝 就是吃得好造成 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脂肪肝 喝酒本身也是会造成 酒就是浓缩的糖水 没错没错 也是会造成一个脂肪化的现象 这其实是大家不可不慎的一件事 那当然我们再提到说 要减少饮食要运动 有些人就说 我们节食肝脏瘦身脂肪肝 就会改善的 其实大家有些人 就一开始说要瘦身就瘦得很猛 一个月给我减个五六公斤 两个月可能要七八公斤 就这样减下去了 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它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 而且它没有办法维持 其实我们减重最大的重点就是 我要怎么维持我的体重 而不是说我们减下来的速度要多快 那因为没有办法维持 你很容易就腹胖 腹胖的过程中 你会形成更多的油脂堆积 在身体里面 反而会让脂肪肝更恶化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案例 那其实它就是因为懒得动 想用一些塑成的方式 一些保健品 一些保肝药 想要把脂肪肝控制 但其实脂肪肝 并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 唯一的方式就是 是藉由一些饮食的控制 热量的减少 还有多加运动 来达到体重的减轻 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脂肪肝 如果我们要降阶 像这重度脂肪肝变成中度 中度要变成轻度 这种降阶 至少要减体重的7%以上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要记得